好 金融大哥 Apple推出AI新的 这一个系统平台之后 股价昨天大涨 然后呢 Boomber今天又说呢 拜登准备针对 这个AI晶片 继续加大力道 对中国封杀 基本上我们来看 苹果主要 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所以它的AI来做AI 因为它有客户的资料 所以它的AI一定很成功 我可以跟各位报告 苹果的股价后面会涨 而且会涨得更凶 慢慢的一步一步会涨得更凶 所以苹果很快会 夺回全球市值第一 昨天的资料来讲 苹果的市值跟微软的市值 只差974亿美金而已 今天在涨 搞不好就超车了 对 有可能超车 这个是第一步来 跟各位报告 所以苹果这个 现在看起来 因为苹果主要它是封闭系统 所以它推AI 第一个隐私权 受到很好的保护 而且它功能会非常强 其他的功能 其他的AI手机都有 但是苹果会表现得更好 这个是第一个跟各位报告 而且美国市场是在反映说 很多人可能要换新手机 因为拿旧的IPhone的人 可能跑不动新的APP 对 因为它可以要跑的话 就是一定要IPhone IPhone16的那个Pro或是Pro Max 也就是说它的里面的这个IPhone里面是要 硬体要生存 然后另外如果以它的这个 就是说Notebook的话 要用M系列的晶片才有办法 所以这个部分呢 它一定会有换起草 所以呢 我觉得会推胜它的股胶 因为苹果已经被看税很久了 因为它没有什么表现 那么第二个我想 AI已经变成全球大家瞩目的焦点 而且这个才刚开始 我觉得后面会更厉害 所以美国的战略观点呢 它觉得要对中国做限制 那现在传出来的消息 是要对中国的GAA做限制 GAA叫做Get All Around 就是前杂事的这个架构 那这个部分 其实美国很少就开始注意到这个 大概去年后前年 他们已经对GAA的这个自动化软体 就是GAA就是做IC设计的 已经限制输出给中国 不过GAA坦白讲 这个限制我想是位已筹谋 因为现在全球唯一有GAA架构的 就只有那个三星的三奈米 台积电他们的GAA的架构 是要到明年的两奈米才导入GAA 等等你刚刚说全球有这个架构是三星 所以他就冲着三星来啊 还有啊他还点名了那个高频宽的HBM 那那个在现在的好像是 益材质的封装当中 事实上是会应用到嘛 然后据说也是三星应用的比较多嘛 现在是这样 因为HBM现在最主要的 现在供应商里面占有力最高的是SK海力士 那HBM呢他们现在只是在讨论 他还没有 他还没有说想要去限制他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 HBM现在是供不应求 这些都没办法打冠 所以根本不可能卖到中国大陆去 就是说比如说就被NVIDIA灰达啦 还有AMD都全部都包走了 包括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SK海力士市占率最高的 然后三星这个美光 这全部都被包了啊 所以现在当然提限制 我觉得他限制就是要限制让中国自己会生财 因为中国已经开始了 比如说他的藏心存储 他们也开始尝试的要 那不过他们目前升的大概是HBM的 大概第一代或第二代 现在HBM已经进入第四代了 所以他们可能是比较前代的 那不过HBM这个部分就是AI一定有HBM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ASML的这个总裁 他现在就是他有对外发表 他就认为对中国那个限制 这个他们的这个微影机输出给中国 可能反而激起中国自己制造 不过我觉得他这个忧虑是有可能的 因为变成中国可能可以去拆ASML的这个微影机 然后开始做仿制 因为中国这个部分 学习能力坦白讲 有一点应该是蛮强的啦 他可以copy人家的machine这些部分 所以那另外一个呢也是商业考量 因为2023年中国占这个ASML的这个 它的营收大概占了非常的高 占到三十几个percent 39% 39% 那今年的第一季高到49% 是不是中国在抢库存 都是在抢啦 那它的它第一个部分 就是说其实去年有一些高阶的机种 就是它的NXT NXT 2100i ASML已经获得那个输出许可证 不过今年一夜被荷兰政府取消 所以也就是说照理讲那个 有那个许可证可以输出 但是也是就是可以取消 那另外呢 这个可能有人在担心 就是华为的深藤910b 我们以前也讲过它的AI晶片 功能是有的部分 他们测试以后 可以达到 挥达的A100的这个功能 甚至有某部分的功能会超过 不过坦白讲 A100是挥达比较旧的产品 现在挥达是H100 然后现在新的是V100V200 那这个部分值得注意 我觉得背后就是它的制程 这个制程他们可能会用 这个中芯的7奈米 甚至将来可能会 中芯会推出5奈米 那台积电呢 这个台积电以股价来看 真的当然 台积电不只在技术 遥遥领先中芯 而且它的这个股价 也是遥遥领先 今年以来台积电的股价 从578块台币 一股涨到909 总共涨了53.3% 那中芯的股价呢 事实上是大概 不过它这个礼拜有涨一些 原来大概应该是 跌了大概5-6%左右 因为它这个月 这个本周 这一周有上涨了一些 那当然这个股价 差距差得很远 这个部分我们要 可能跟各位报告一下 那下一个部分 下一个部分呢 我们来看的是 台积电的营收 5月份的营收 事实上是 年成长率是30% 以5月份来看 好像是创新高 那我觉得台积电的 业营收创新高 历史新高应该不远 可能说不定 7月或是8月 或许就会创 或者甚至9月 反正就很快 就会再创历史新高 这是台积电 那黄仁星 他就 他要离开台湾以前 他要投资台湾 那他就说 这个台湾的电力供应 是一个问题 不只黄仁星担心 美国的媒体也担心 他认为台湾的电力供应 可能是问题 尤其是台湾的 整个这个韧性不够 这个电力供应 因为台湾现在 大概天然气占39.6%的花电量 天然气的库存 大概10天而已 OK 那台湾除了这个韧性不够以外 台湾的花电来源 有问题 所谓的有问题就是低碳排 台湾的低碳排在全球 是属于后段班 台湾的低碳排 大概只有16.9% 以全世界来看 低碳排的应该是有39.3% 台湾远远落后 包括像中国 蓝美很多 但是呢 他低碳排的部分 也就是说水力化电 这些再生的 他是低碳排有35.3% 然后韩国呢 是38.8% 38.3% 那韩国为什么会这么高呢 有一点 这一点我可能要跟各位报告 韩国的核能花电是占29.4% 那它其实它的再生能源比台湾不好 但是它占29.4% 那刚刚讲台湾 大家忧心台湾因为半导体 资料中心 资料中心那吃电池很多 其实韩国同样的问题 韩国现在 大家在担心 韩国大概到2027年 三年以后 有五座半导体厂要上线 结果他们担心不够 电力不够 可能要有新的三座 或者是四座的核能花电厂 才有办法比这个缺口 所以半导体吃电池很多 还有资料中心吃电池很多 那日本呢 其实它的低碳排 都比台湾来的好 那这个低碳排呢 有一个很重要 因为现在全球大家在推这一个 就是R100的或者各种 就是大家要净零的排放 对 那这个会影响台湾的竞争力 那欧盟来讲是低碳排最好的 六十几个percent左右 所以我觉得台湾这一个部分 真的要加油 而且欧盟是很分歧的 像法国是核电大国 对核电对对对 但是德国是已经极小化核能 对 所以两个的这个做法差异 而且但是问题是欧盟是这样 欧盟的问题就是说 它的电可以从华国 可以通 所以德国虽然是等于是禁零 但是呢事实上呢 事实上坦白讲 他德国也要从华国买上 对 核能化电这样 那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 但是欧盟是推这个低碳排 是非常的成功 对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社会要思考了 因为黄仁勋data center要压台湾 然后今天我看到亚马逊 亚马逊也要来 相关的投资 那MD在台南也有投资嘛 那简单讲 每一个data center都是吃电关 那个都吃电怪兽会吃很多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这个各位中南部地方县市首长 你要迎接data center 你可能同时要迎接一个发电厂 对因为 在美国现在有好几个AI大咖 就是一个新的这个data center 就配套一个核电厂 因为我还看到Bunbo 去转播了一个全美最新 号称最厉害的核电厂 那当然我们不是核子能的工程专业 我只是说明说说明说买单 AI也要顺便买单电厂 因为没有电的话 AI也乱不起来 没有错 那个data center基本上都要用绿电 他们都用绿电 那您刚刚讲的是那个Bilgate 微软的创办人 他投资一个在威欧民投资一个新的核电厂 这个新的核电厂呢 因为以前核电厂的是用水冷 它是用纳去冷却 所以安全性高非常的多 对 所以坦白讲 以核能化电是越来越安全 因为有新的技术出来 甚至有一些还可以有气能的功能 所以将来说 比如说像古岛电厂那种 那种等于那种危机 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存在 反正我要跟台湾社会讲清楚 沟通清楚 半导体厂 新元厂是吃电怪兽 AI的data center也是吃电怪兽 那各位欢迎半导体去投资 欢迎台积电去投资 欢迎NVIDIA去投资的同时 也要顺便欢迎这个发电厂 就好像你们家如果盖豪宅 也是要盖厕所 那没有厕所的话 豪宅也不成豪宅 所以各个地方政府没有说什么 我只要两奈米 我只要一奈米 我不要电厂的啦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 权力跟义务都是对等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